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台车虽然是VAG 可是经理承认这台车我真的不熟悉 所以我还带了小超来跟车我们来介绍一下 但是我知道这款车Q5是Q5的第二代 它是18年之后的 那它的底盘跟最新的马肯的二代 其实都是共用的 所以它的悬吊系统 前面还是一个多连感的悬吊 双A的悬吊系统 那后方的话就变成是多连感的悬吊系统 那这台车我们应该是去年的样子 在刚发表的时候 有在台中产子的美式旅圈 我们有做过直播 就是一样的车款 那这台车的动力其实有分蛮多的 这台车是2.0升的温轮引擎 我猜应该也是1A888吧 那还有柴油啦 还有3.0柴油之类的 它动力集聚蛮多的 但底盘的话都是共用 但是我推测 因为我刚刚大概有稍微看了一下 这款车应该也有可以选配 气压的悬吊系统 那今天的这台车是原本就是 弹簧式的 原本就弹簧式的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它原厂的避震器的形式 它前面的话其实有上座 但是 就是这个一样算是一个多连感的悬吊系统 它前一个世代是没有这样的形式的上座 它是一个沿用原厂上橡皮而已 它并没有上座 可是这个世代就有上座 所以KT一样就直接有做了一个新的上座 所以它的前面的弹簧会看起来就像是直卷弹簧 因为就是双A倍的悬吊 所以前面的话 KT的话也是搭载直卷弹簧 那后方的弹簧公斤数 我们是配 KT是配10公斤 但是有一点比较意外的地方是 这台车 它的操控性 基本的底盘架构 算是不错 可是它的阻尼 怎么会做的比较偏软 它的阻尼这样算软 如果以一样欧系车 GLC好了 GLC的车格比这个小 可是GLC的阻尼 就做的比这个硬朗许多许多 这个阻尼算软 它本来有一个上座 它的上座的设计 跟Golf的七代五代六代很相近 有一个上座 所以上方这个上座 就沿用原厂的上座 那它的弹簧 上方跟下方都各有橡皮 这些橡皮都沿用原厂的 那这款车跟前几天 我们拆到的 Toyota的Supra 或者是B&W最新的三系列G20 以前像这个上下部的机构 都会用一个冲压的金属键 铁键 但现在的话 因为我在拆了 因为可能是成本考量也好 或者是轻量化也好 所以上方都已经改成是 塑缸的材质 就是简单是塑胶的材质 所以它的制造成本 我觉得如果有办法把它模组化的话 应该有办法降低成本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 它的重量的话 会比金属还要来的轻很多 那我们先来介绍 刚刚讲的这个塑缸的部分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不然其他这个悬吊 前方跟后方 这个比较高档的车子 大概就是这样的悬吊底盘设计 好来 刚刚讲到的塑缸 塑缸指的就是 这里其实是一个橡皮 但是都是黑色的 可以看得不太出来 这个是橡皮 上面这个是塑缸 下方的话就沿用原厂的下向体 但这些支币 这个支币都是铝合金的 上支币的话也是铝合金的 这个应该就是铁键 这个铝合金 所以它的底盘用料的话 每次拆到奥迪的车子 都会发现它的用料 其实都相当相当的高档 还有像是奥迪A6 A6的话 那个拆装起来的时间 就比较耗时一点点 那这款车 在拆装便器就还好 跟Golf的话 只是多了几个连杆 多了几支连杆 那上座这个 上座要沿用原厂的 在上座下方 一样做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 就是在调整 后方的软硬度 属泥的话 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后方配置的 彈簧是10公斤的 上面有这个调整机构 今天的车高的话 车主只有想要略降 并没有要降很低 这是后方的 这个支币的话 也是铝合金的 这个支币也是铝合金的 那像这样多连杆的悬吊系统 一般来说 比较不会有像拖曳臂的 安装上的失误 因为它的长短度的话 其实已经锁定在一个区间了 所以还是一样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的长短度 不要缩得太短 缩得太短的话 它的弹簧预载过多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做 那也有可能会 日后调整的时候 也调整不出想要的感觉 所以这个后方的一个阻尼 阻尼筒的话 千万不要把弹簧压缩过多 好 这个是后方 后方这个都是已经 已经是标配的电子手搭车了 这个大概一般比Q低接的车 都已经配备那个电子手搭车 这个之前应该是上上礼拜吧 还是上个月中 20号 哎呦 厉害喔 是Q7 我要讲Q7 厉害厉害 好 这是上个月20号 有装一台Q7 那Q7的话 它这个就是 看起来脏脏的 但是这个就是陶瓷刹车 所以这个的自动力道 那台Q7 经理自己 采取这个刹车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又线性又是非常吸引 所以这个也是 车主也有选配的陶瓷刹车 这一套陶瓷刹车 应该都最少 嗯 价值不菲 至于价格的话 可能就要Google一下 这个自动力道都相当的棒 这个是陶瓷刹车 好 那我们再回到 它的悬吊介绍 前面的话 是一个双A倍的悬吊系统 这里有一个上座 上座 这个统身其实还蛮单纯的啦 它就是 类似像 Infinity的FX 新款的 新款的FX37 之类的 它的悬吊也是类似这样 但是它下方 因为是四传的系统嘛 所以在 低伸器的正下方 它还有一颗传动轴 所以它的捅身的话 就会 长短度的话 是稍微做的短一点 那前面的话 我们配置的是13公斤 好 它的变气形式还蛮简单的啦 就是一个 双A倍的悬吊系统 好 那我们来看上座 上座我刚刚有没有爬上去看 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边会不会折住了 这里拍得到吗 我看一下镜头 来 我拿好了 可以吗 应该可以 看得到 好 这里 这边 有两支 好 这个地方 就是避震器的上座 那上座的中心点 有一颗旋钮 那一颗旋钮 就是在调整 前面的软硬度 这一颗引擎是2.0升涡轮引擎 现在都已经涡轮 四传的 Q的话应该都是四传的吧 好 这台外观应该要介绍一下 因为很漂亮 而且它的轮胎铝圈 已经是21寸的规格 嗯 这个底盘都相当的棒 但是轮胎快磨完了 这个是PILITO的吗 好黏喔 这是什么规格 255-40-21 应该是21的 没错吧 对 这个是21寸 这原厂就已经配备到 配置到21寸的轮胎底圈 好 那这个VH的车系 刚刚影片一开始有提到 它还有跟其他的车款 像是保时鞋的 Macan 它的底盘其实架构都是有公用的 那如果车友们有想要试程的话 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呢 都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至于今天的用料部分的话 前一套影片当中 我们就有介绍过了 所以用料就不再介绍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都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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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